为期六日的书展在湾仔会展中心揭幕 几百人一早就在会场外面排队轮后入场 主办单位估计今届的入场人数 可以望打破去年的六十四万人次的记录 如安期不得 大批市民一早就来排队等候 早上九点正式开门 书迷都急不及待去买心头号 毁得半夜十二点已经来等 花了几百元买了多本偶像出的新书 这些钱是由新年亲戚给那些礼仕钱 还有平时妈妈给那些每个礼拜的零用钱 而得来的 这几个升中一的学生更加带了行李箱 准备买定参考书九月开学的时候用 因为我们昨天考试的时候 就不会害怕就不用留在家买书 可以尽情来到这里找一些好书来看 除了本地书商 今届书展吸引了大约一百家内地书商参展 比去年多近一倍 有内地书商相信 今年的生意至少上升两成 香港的市场 图施市场还是比较大的 通过书展这个机会 这个平台 来好好做销售活动 整个书展分别在四个展览馆举行 其中一个是专为小朋友而设的儿童天地 不少家长都带着子女来看 书展由星期三起一年六日在会展举行 今年一共有四百多间机构参展 比去年多近一成 展出过万众看物 亚洲电视记者余关琪报道 华旗六日的书展 每天都有一个环节 给书迷和一些名人交流读书的心得 今天就请来行政长官曾荫权 为一班小朋友讲故事 到底曾荫权讲什么故事呢 由余安琪讲下 这件事曾荫权二十几年来都没做过 就是跟小朋友讲故事 听众是这二十个小学生 我日常工作的人都很大 每个人跟我说的事很严肃 但是你要知道 我没有讲故事很久了 如果我觉得有孙子 你不要笑这么大声好吗 曾荫权讲的故事 是在苏格兰一个小岛上 一个男人强行留下海炮做妻子 还生了子女 但是海炮随后翻回大海 结果家庭破裂 社会怎样能够更加好呢 家庭更加好呢 用这些方法处理更加妥善 也未定了 不是好像海炮妈妈那样 突然想起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寻求 我自己最后的快乐走出去 就不理了她的七个十元仔 曾荫权说 希望透过这个故事 带出家庭和谐的重要 也都勉励小朋友不可以自私 我没有想过 可以亲身见到特首的 这次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我觉得老师讲故事好听一点 为什么 因为老师经验丰富一点 因为讲故事 特首他都二十几年没有讲故事了 曾荫权又送了故事 曾荫权和海炮公仔给这班小朋友 希望他们谈记故事的教训 一身轻便装出的曾荫权 又和小发名家陈奕希 闲谈一番 陈奕希就用他自己写的书 搭借曾荫权 我帮你签个名字 好啊 谢谢 帮你一本书吗 帮你一本书吗 曾荫权又勉励陈奕希 继续发展自己的兴趣 并鼓励他要多些 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经验 亚洲电视记者袁安琪报导